現在我們要來玩真的 那剛剛老師你也挑了一顆LED燈出來了 老師有沒有發現,真的有長短角 對齁,真的有長短角 當然啦 其實 有可能 如果您去看一些那個元件 也有可能您看到電器 它不見得一定有長短角 因為有的廠商他就直接把它剪齊 那時候你就要用那個 自己去測量一下 那我們先看在這邊 所以老師複習一下 長短是正極 對不對 短短是負極 所以呢,您把它翻出來 翻到,把開發板翻到另外一面 翻到左邊這一面 OK 那您怎麼放進去呢 像這樣子 這裡 長角在哪裡?長角在02 那您的那個LED燈我順便跟您說一下 LED燈 您現在新的 其實可以讓他稍微 翻開一點點 可以一點點劈腿 因為呢,他預設那個 腳會比較窄一點 所以你可以稍微劈腿一點點 稍微拉開一點點 只要不要折斷就好 好,那我們就來用囉 所以你把這個呢 我就這樣插進去 長腳在上 短腳在下 長腳到02 你慢慢輕輕推進去就可以 像這樣 像這樣就OK了 如果DUNO在使用 DUNO的時候需要加一個電子嗎 不是說他不用 而是說他在層次設計的時候有 就是這個部分 有 處理的 呵呵 事實上還是跟DUNO一樣 還是要 還是要 只是說在這一塊的話 我們現在測試是不用的 嘿 好,有沒有 您輕輕的把它 插進去 推到底就好了 反正他能夠觸到 就是腳位的那個 電極就可以了 像這樣就OK了 好,那好了之後呢 您就可以真的接電了 其實平常如果在上 小朋友的課的話 我會告訴他 接下來要做一件事情 老師先檢查一下 因為我跟你講 很多小朋友還是會接電導 然後呢 你會說為什麼不會亮 為什麼不會亮 所以 一個原則 我們盡量先讓硬體沒有問題 這樣老師 你要上課的時候就比較順暢 就比較順暢 OK 所以老師您先接看看 那您再把電插進去 再把電插進去 那我們剛剛講的 插電的過程 就是 先亮紅燈 對不對 然後呢 閃爍幾下 熄滅之後 會亮一個綠燈 表示他已經連接到 我們這邊的WiFi基地台 好,最後就出現這個熄滅的狀態 現在呢,老師都找到自己的ID之後呢 我們就回到我們模擬器囉 你看就回到模擬器這邊啦 好,那回去之後 我怎麼知道我的設備有沒有連到線上 在WebDuno的界面有一個可以幫助我們檢查的 在哪裡 在右上條這邊 你有沒有看到一個閃電 對 你按一下 把你的號碼打在這裡 如果你打進去了 他有變綠燈 像我的 我先打我的 有沒有發現我的變綠燈了 表示我的已經連到WiFi 網際網路上了 就是我透過WiFi連到網際網路上 你可以控制他的 如果你的一直是紅燈 那可能我們就要檢查一下 看看到底是哪邊 出了問題 你的連線 所以 要用這些設備 WebDuno的優點 在這邊 會是多一個步驟 就是要多檢查一下 檢查一下 確認說 他有連到 我們的那個網際網路上 當然如果老師 您設備比較少的時候 其實您可以用 您的 個人的手機熱點 也可以 因為最多可以接 五個裝置 一般手機熱點 最多可以接 五個裝置 如果 像我們現在校制現場比較多 可能您就必須要準備 WiFi基地台 這樣去分享 一般我們上課 順便跟老師分享一下那個經驗就是 如果一個班級裡面啊 像這樣上課 我們大概會比較建議大概20個以內的開發版 就是同時上線 就一台 這樣會比較適合 20個左右 212還可以 但是如果你 一個班級超過30個同時上線 你可能就會發現 怎麼會有點卡卡 因為我們一般的WiFi基地台 他能夠 控制的那個 設備的數量啊 比較 沒那麼多 不是他的流量大 最主要是因為設備多 設備多的時候 他那個WiFi他就 會變得比較遲鈍 反應會比較慢 事實上我們那個WebDuno的那個流量很少 因為他都是文字的流量 都是傳送一些訊息而已 好 OK 那現在這裡好了 如果你確定這邊 沒有問題 您就點兩下 兜兜 有沒有在這個地方點兩下兜兜 不用再重打 你如果是用複製的 也可以 好了之後呢 我就來這邊把它貼進來 剛剛我們告訴他 我是要模擬器對不對 現在不要用模擬器的 告訴他我要透過WiFi 完真的 完真的 這個時候呢 後面這裡 就要請你連上 你的device ID device ID 有沒有 我透過WiFi 然後連到哪一個裝置 所以你知道別人的裝置 可不可以控制他 可以 所以現在物聯網 以後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安全性嘛 那WebDuno這一塊呢 以後他也會再把它加進來 就是 你即使知道我的ID 很抱歉 也要經過我同意才行 就要認證了 就要認證那些裝置 目前還沒有 但是 他已經有認證的部分有加進來 只是還沒有 做一個限制而已 好 好 這樣有沒有OK的 可以喔 如果老師 到這邊可以的 您可以直接play看看 您可以直接play看看 您就會發現 不是只有模擬器會亮 有沒有這一顆也在亮 有沒有 所以 真實的燈跟虛擬的燈 就可以一起玩啦 好老師有問到就是內部IP的 你如果是 你想用內部IP去用 也可以 就是用這個WebSocket 那你用這個之後呢 後面就是填你的IP位置 也就是說他 每個Smart開發板 如果我們這邊有那個 無線網路的話 您打開之後 他 您的那個號碼 您看到這裡 剛我們 在這個地方 我們剛剛說你要控制他 是用這個叫Device ID 對不對 那 你如果是 要找你 自己區域網路裡面的 你要找這個 你們 會發現說 我會有一台 叫做Smart 01 然後呢 他有 取得我們現場的IP 之後 您看後面 就會有一個IP位置 比如說192.168 點多少 比如說 0.2 那您就 在剛剛那個WebSocket的那邊 去填寫 去填寫 192.168.0.2 就是 控制 剛剛Smart的01這一檔 這樣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 他那個 他去修改